美国加州上周末遭到麦金尼野火的肆虐 目前已经烧毁面积超过了八成台北市的面积 是今年为止加州最大的一场野火 加州的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且撤离2000人 由于火势扩散得太快 不少民众的家当都来不及收拾 被迫撤离家园 整片山林陷入火海 天空被染成橘红色 视线几乎都被浓烟挡住 行驶在美国加州的96号洲际公路上 令人胆战心惊 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命丧火海 麦金尼野火从7月29号起肆虐加州 超过八成台北市面积复之一距 是今年为止加州最大一场野火 当局紧急撤离2000人 许多房屋跟基础设施惨遭烧毁 加州上周末还出现雷暴 在强风筑燃下 火势更加难以控制 由于火势扩散太快 不少民众来不及收拾家当 被迫撤离家园 加州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最近陷入干旱 天气炎热干燥 加上森林布满大量易燃物 火势才会一发不可收拾 零个人兵一 零个人兵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